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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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真的每次看到那麼多的托育中心 後面排了這麼長的民眾在等著要進去 他到後面事實上已經不再給號碼序號了 為什麼 不希望讓大家覺得喔 有一種無力感 所以呢回饋到這個政策的時候 我們希望讓這個政策喔能夠更加速 雖然新北市在這一塊已經是全國之冠 新北的量已經遠遠超過全國加起來量的總和 但是呢還是不夠 我想如果有一天的話 當我們的托育中心後面不再排隊 那我相信我們這個政策才是真的成功的一天 那再來事實上還有其他的方式 可以讓這樣一個托育中心這樣一個需求 能夠更快速來到位 我舉例喔 我們可以看到有一些中小企業在蓋廠房的時候 如果透過獎勵容積 把這樣那個額外的一個量 是用外加獎勵容積的方式 來提供優因的話 再加上只要你開設這樣一個空間的話 我相信對於中小企業裡面的員工 或者就是說周遭的鄉親 我說這是最好的一個蹲親目的方式 因為怎麼樣大家都需要 只要您有孩子的這樣一個地方 都會需要這樣一個設施 再來結合式住宅 如果我們試想喔 今天在一個新蓋的房子裡頭 他可能樓下一樓二樓就是托育中心 我坐在樓上的家長 我只要到樓下我就可以把孩子送過去 這是不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很方便的一個事情 所以我們期待透過努力 大家的一起不論是市政府各個單位 尤其是民間的一個參與 讓這樣一個政策盡快來到位